你不是应该在 我什么 你是奇怪 我此刻应该在青楼才对 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是吗 对啊 不不对 不对不对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我好像说过 让你们母女不要再来招惹我 对吧 姐姐为何不肯听我的话呢 你别叫我姐姐 我才没你这个妹妹 季清雪 我恨死你了 明明我才是长女 就因为你是嫡处而我是树处 就得平白低人一等 就活该被其他公子千金取笑吗 哈哈哈哈 只要没了你 我就是向府名正言顺的千金 你为什么不去死 跟你那个贱人娘亲 一起下独一遇都好啊 你住口 你没资格提我娘 当年那场大火 究竟是怎么来的 你和你娘最清楚不过了 我 什么都看见了 欠了我的 总是要还的 一记手刀将她披晕 季清雪 静止将她扛在肩上 回了青楼 等她再出来时 又遇到了刚才那个面具男 你刚刚扛的 可是向府千金啊 干金合适 你去哪儿啊 回家吗 我没有家 男子忽然觉得 季清雪的背影里 藏着几分落寞和孤独 像极了那时的自己 追风 我们回去吧 第二日 向府千金 在青楼 私会情郎的消息 传遍了整个黄都 现在该想想 如何跟太子 解释才是 你倒是好 寻思觅活的 白费我为你花了那么多功夫了 可是 娘 我不甘心 季清雪 你害我多年苦心 经营毁于一旦 我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咱们走着瞧 转眼 已到了季清雪 出嫁之日 出嫁当天 季清雪 什么都没要 就带走那张 断绝 父女关系的字句 云儿 和用东远 白梅花瓣 制成的 一个香囊 迎亲的轿子 稳稳当当的 停在了 瑞王府门前 请不吝点赞